哈囉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羽鳳叔叔 歡迎收看今天的暗影快訓 今天很難得的 官方竟然通知在第遊戲當天會進行平衡更新 而更新的卡片啊就只有兩張而已 而且是一個還蠻重大的buff 但是在開始介紹之前先讓我業配一下自己 在本週8月21號晚上9點 記得來看我與艾莎公主的初配信 我們不見不散 那這次啊真的就是很難得的 突然間公布了這一張德萊克的buff 他能力由原本的能力改為成了 機咒一增加一張 驕勒龍翼德萊克卡片到白海堆中 給予自己牌中的全部龍族成功卡 加異血效果增加一張爆炎的咆哮卡片 到手牌中 攻擊時給予敵方的從者全體AK的點傷害 AK是為這個從者的生命值 如果AK是為7以上 則會在額外給予敵方的阻擔者5點傷害 很明顯他改動的地方就是 以往啊德萊克你可能打掉他的機咒效果之後 你就會再也見不到他了 而且他本身這個攻擊時可以打全場 這個效果真的有夠難觸發的 要跌到10次真的非常的誇張 除非你有去選擇光翼天劍龍 但是以現在主流的流派來講的話 你是不會去選擇那一張的光翼天劍龍 所以就導致啊德萊克啊 大多他的本體的效果就是那一張的機咒 那這次啊官方不只就是放大了他的本體的效果 塞回去之後 你之後還可以用本體出來打 而且本身能觸發到這個能力的條件啊 也變得比較簡單 所以德萊克啊 這這個版本啊 獲得一個大大的buff 那以後玩大大龍的時候啊 你就是全力的去找到這一張的德萊克 之後你打起來就會非常的順了 真的有助於大大龍的發揮 我覺得這個改動我還蠻樂見的 那我自己是覺得啦 還有就是龍人正式可以改成抽到了那張牌 可以額外再加到一血 防止就是二費直接開抽的時候啊 你只會抽到一個只會加一血的從者 會覺得非常的尷尬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張卡的改動囉 下一張的改動就是壓迫的關口 由原本能力多新增了一個 一回合內的上限為五次 通常官方去修這種比較 你不知道在修什麼的卡的時候 就很明顯是有人把他玩壞 或者是他會跟某些將來釋出的卡 做到一個bug衝突 那這張牌啊 我研究了一下是發現就是 在有兩張的壓迫關口的情況下 在對面的場上 接著我方場上有三張的戰衣女之槍 他的效果就是當自己中立從者 進入到戰場時 會給你該從者加一攻的效果 接著再拍下莫諾 因為莫諾在場的時候 還會賦予進場的從者 只要獲得生命值或攻擊力 加的時候滿足三次 就會自體進化這個效果 最終再搭配到拍下熟練的偵探 就會發生一件事情 因為戰衣女之槍的效果啊 他會直接加加三次 那因為莫諾諾的賽果啊 他就會直接進化 而進化過後啊 他就等於說會獲得這個蟹幕曲召喚震盪在場上 所以只要對面場上有兩張的壓迫的關口的情況下 你的偵探進場進化之後被打死 然後又會再次復活 然後又會進化 然後再被打死 就一次循環做到一個勇動機 然後遊戲就會因此崩潰 然後直接被玩壞 所以官方就做了這一次的修正 對好的 那麼這次的暗影快訊就是我們的簡單 接下來我會在19號之前 盡量把我的擴充卡 趕快把他給出完 然後接著的話 就是全力的準備一下 出配性的東西了 因為出配性的東西的準備 真的是比我想象中 花了很多很多的時間 對真的是 哇自己現在都睡不好 然後非常的焦慮 而且又會覺得說 我是自我要求太高了 那就請大家多多支持了 我們下回見囉 拜拜 자는你的早上 不用了 提醒has 他會為你 車子